首先我要代表峰惠有記 謝謝各位我們做到現在 然後來聆聽我們這個小小的計畫 能夠在這麼有大大曝光的機會的這種能夠的幸福 那各位 大家好 我們是我有兩天一母 啊不是 我們是我有兩天一母 是我們的這個計畫名稱 那我們是峰惠有記農業 那其實這一切的緣起應該要從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是嘉義 嘉義縣水上鄉外溪眾村 一個人口不到一百個人的這個小村莊裡面 那個小村莊裡面呢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像這幅圖啦 常常呢 隔壁的阿伯 就把那個牛牽出來 架上牛車 然後開始怎麼樣 準備要去幾天裡面工作 那牛呢 走著走著走著 通常會停下來 各位知道牛停下來幹嘛嗎 呼吸一下 你就是 嗯 停下來 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這樣子 那其實在以前這個社會的話呢 我們以前是這樣子喔 一家的 如果這家田裡面的稻子要收割的時候 各位 會是怎麼樣的 會是他請人來收割嗎 不會 不會 通常說是什麼 左鄰右舍大家一起來收割 像我們家以前不是種稻 我們家以前是種果園的 但每次到了文彈要採收的季節的時候呢 通常呢 我媽媽就開始很努力的煮飯煮菜 然後開始怎麼樣 怎麼樣 左鄰右舍都來幫忙 那幫忙完的時候怎麼樣 大家一起吃都一半這樣子 所以以前是在這樣的一個 農險生活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在這樣古古的年代呢 它所代表的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大概就是自己之族 也一步一步 那還有呢 那以前呢 沒有化肥 所以以前都是家裡不要的東西 或者是動物的排泄物 還有這個死亡的這些 還當作肥料慢慢堆備人生 那以前的病床痕也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所以以前他們都是採用 看見了什麼 手抓一抓啊 捏捏捏啊這樣子 然後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蠻不一樣的年代 那當時的人口也以農村為主 百分之七十都在農村 那但是呢 隨著時代的變遷 化肥的 發明 以及農藥的發明之後呢 開始變遷了 各位有沒有看見 這個牛啊 這個牛開始不再是用牛了 它一樣是用牛 只不過它是用鐵骨文工扇的那個鐵牛 用鐵骨文工扇的鐵牛在做 那這個鐵骨文工扇的鐵牛呢 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大家要用它呢 因為用化肥用農藥呢 它能夠讓產量增加一倍以上 各位知道增加這一倍以上代表什麼意思嗎 我不但可以自其自主 又我還可以賣人家的 所以這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進步 但是跨時代的進步 到底會帶來什麼樣的一個變遷呢 在這樣的時代呢 其實它的產量是很棒的 很豐富的 那但是呢 它的農藥的部分呢 也是要開始來 補充大量的使用 那我們也都知道呢 這大量使用的結果 一定會讓我們 讓這個病從它開始怎麼樣 也跟著進化 所以他們進化的結果 就是我們要用更多的農藥 來醫治它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因為在過往 這個老一輩的 開始有化煤這邊使用之後呢 大家開始呢 就覺得說 不要讓自己的小孩在務農 因為務農好辛苦喔 所以通常都怎麼樣 你能夠唸書 從到都市去唸書 通常呢 這時候人口有開始 由農村往都市這邊來流動 那但是回到現在 現在這個時間點呢 水資源是慢慢的短缺 以及那個什麼 在這位 我們看到了這個水土保持的問題 最近是不是在吵著說 你把那個林地拿去開墾 然後種高麗菜 造成水土保持的不好的問題 以及什麼 大家開始在講求生態平衡 說不要再破壞生態了 不要再用農藥了 不要再 不要再用農藥了 讓什麼 幫我們授粉的蜜蜂不見了 這些問題呢 慢慢的產生 那可是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 防安跟食品安全都很重視的年代 他所看到的是一個 大家想要來通討有機種子 可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過往已經破壞了那麼久 又怎麼能夠說 馬上恢復有機就是有機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這時候都市人口呢 已經都是在都市為主 那這時候在農村裡面的 真正在農村裡面務農的 各位想想看 真正具有長期務農經驗 所以我們開玩笑的講一句話 就是在農業 現在在務農做有機耕種的 大部分我們都稱為新農夫 他們原則上沒有傳承的 舊的移植的部分 那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在經過工業化 图示化的這種變遷過程當中 我們所造成的這個環境的破壞 到底會有哪一些 以及造成了哪一些的污染 那這些污染到底對於我們現在 有沒有辦法把它解決 這大概是我們最關心的 那其實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了 它造成的就是土壤的污染 現在土壤重建屬殘留 水源的污染 這個水裡面其實也不正安久 還有空氣污染當然就更不用講了 那在這些污染的情況之下呢 再加上我們台灣的企業會 正常來講大量的威國化種子 應該是糧食質質質上升 可是為什麼反而是下降的呢 其實這個原因很簡單就是什麼 因為呢 越來越多的地 各位我們就舉 再替我們宜蘭的鄉親 應該沒有 那宜蘭的鄉親的話呢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 宜蘭民宿是不是越來越多 那本來是農地的 但是我今天改成民宿之後 它實際上不會再拿來擁有 所以表面上農地面積 實際上是有效率應用的 可是卻沒有增加產量 這大概是一個目前的最 狀況大概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也有開始有人在想 說什麼啊 我們要反攻回去 都市嘛 我們要讓它回到原來的農地 來農科的狀態 會不會覺得這可不可能 這其實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樣 大家都知道這是建立不可能變成農地 那還有呢 有機種植 有機種植實際上 我們都想到一件事 不用農藥 那不用農藥 那我們就試問各位 現在的病害仇害群上 並沒有減輕 那你不用農藥的情況之下 產量有沒有可能 跟以前用化肥農藥的是一樣多的 那這個答案也是顯然意見 那加上有一個問題就是呢 常常有機農產品 零件出來說有農藥產品 然後他們都會說一句什麼 那是隔壁的 對 那這個是不是隔壁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確定的是什麼 風會吹 水會流 蟲會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說同樣有可能是隔壁的 還真的有可能是隔壁的 但是這樣子來講就是 屬於藥士會變成有機的 會有機 那另外最重的大概就是 科學化製作的這個有機肥料 以前的是什麼 然後慢慢堆 大概半年到一年才有可能變成肥料 但是現在最快 號稱24小時 會變成有機肥料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一件事 肥料的問題就已經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那前台北市長黃大多先生 曾經就講過了 我們在地面上失去的農田 我們要在空中找回來 那空中 對 台北市的空中有哪一些 大概就是屋頂啊 所以他當時曾經提出就是 所謂的屋頂農田的概念 可是好像沒有確實的有辦法去執行 那屋頂農田的概念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各位想想看 在屋頂要種菜 你覺得會有哪一些你會擔心的 如果你是這個住戶的話 你會哪些擔心的 漏水 漏水 所以我們就知道一件事 什麼 防水工程不可少 那可是防水工程 原則上那個你做就是什麼 很昂貴的 簡單來講就是PU 鋪上去大概可以防水 但是呢 他有沒有使用免線 他有沒有保證不會漏水 還是不保證 因為有時候碰到什麼 例證 然後那些等等 還是會有列入 所以呢 他的維護成本基本上是挺高的 那這時候呢 又有更聰明的人想出的 所謂的Vertical Farm 也就是垂直農場的概念 我如果用垂直農場的概念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看到的就是新加坡的垂直農場 各位看到這樣子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Solution喔 是不是 是的 好 但是呢 用垂直農場有什麼好處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它的有效面積呢 可以增加 那增加的話 就可以增加它的產量部分 那產量的部分 還有它文物管理成本 實際上是整起來降低的 那我們如何結合剛剛講的 綠屋底的概念 以及剛剛看到的垂直農場的一個結合 來做一個有效的運用在我們這個都市當中呢 所以我們想到的就是 如果我們設計出來的東西 它可以要在屋頂上面來做一個種植 甚至在家中旁邊來做種植 或者是量產 這樣是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一個方向 好 那所以既然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見證其一下奇蹟 來看看怎麼樣了 哈哈哈哈 這張還不錯 這是小犬 好 見證一下奇蹟 來看看 到底 各位我們接下來 用短短二十秒的時間來 帶各位走過一個月的時間 嗚 嗚 謝謝各位的掌聲 好險你們有掌聲 好險你們有掌聲 不然我要跟你們要的 嗚 好 那其實我們就會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呃 這個過程當中呢 剛剛你各位看到的這個東西 你覺得它可以應用在哪裡 可不可以應用在家中 可不可以應用在屋頂 可不可以應用在量販型農場裡面 可以說可以的 好 但是重點就是在於 我們想要用哪裡 就開什麼樣子的配置 那其實呢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它不外乎就是只是為了改變一個傳統的種植模式 那改變這個傳統的種植模式 我們並不是要搶原來那一塊的這個飯碗 而是希望能夠讓都市當中的人 能夠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吃到安息 安全 種出來的有機蔬果 那這個有機蔬果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已經在進行當中 就是在零口 施飯農場 在下個禮拜就會建制完成 那日常應該在年齊之前 就會開放參觀 那綠屋頂的這個合作計畫呢 我們目前已經談過 在新北市有一家全素食餐廳 它的屋頂 打算要 大概將近三百點的空間 打算要來打造成一個 綠屋頂的一個生菜 應該算是生菜菜園 它因為它專門做樹 它種植各種的菜類 那另外大型的量產期的農場呢 我們正在規劃當中 那其實我們做這個東西呢 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讓我們的這個生活環境 不要讓每樣子的緊迫 各位看見綠油油的 是不是很舒服 對 那但是呢 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都知道 在台北市哪裡有可能看得到 華國 華國看得到 大安森林公園的樹 好 算多的 它這邊算是不錯的 其他地方其實都在看不到 但是我們希望是說呢 這個平面的 它應該很難用的 那至於大樓頂端的呢 今年台北市政府通過 只要是新建案 超過五千萬以上的 屋頂就要一半以上 需要來做這個綠屋頂 所以我們覺得呢 如果這塊的綠屋頂 它是可以用來做生產的 各位覺得有沒有可能 讓我們在都市當中的人 也可以吃到很健康很便宜的 這個油氣素 實際上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 小小計畫的一個目的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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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